今天要講一下電動模特兒的電動模特兒的電動模特兒的模特兒 是怎樣製作出來的 首先要拆開電動模特兒的模特兒的模特兒 開的模特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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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是滑一再拿出來試試如何製作 這個就是剪髮的刀頭 就好像電動牙塞一樣 它的模特兒就開始震動 開了之後它就開了這個機器就左右轉 然後就開始剪髮的效果 可以看到它的動作很順滑 這個應該是湯匙 是湯匙那類的設計 原來它很堅固 這個白色的模特兒 現在看看它是 用一些小型的電線 用一些3V的電線 就放進去 就只有兩個插頭的款式 接著呢就 看看它這個小型的玻璃 只有兩個 就比較舊式些 那現在關掉一些 用USB 那這個線路呢就很關鍵 就是交流電 就轉了做直流電 就靠這些組片 就做到 那其實這個都是一個充電器 那這個就是NICD的電 只有600MH 但這些電視的缺點就是 它有幾個效應 就不同新的電視呢 就用一下就會耗電 然後看看它本身呢 就好像搖運車一樣呢 這裡呢其實它是看著了 在那個電腦板上 它用一些金屬片去看著的 你看到這些位置呢 可以散開了 那這個電腦板 它用一些金屬片去看著的 然後其實它是 大板呢 牌子上沒有什麼特別的 如果你想自己弄回它呢 你也可以 就用汗色的方法呢 拿回那兩套電心出來 換了另外兩套電心呢 都可以 都用回1.2W的 兩套電心 那這邊呢 可以看到它是有黃色的 它就用一個紅色的貼紙呢 就保護它 其實它也是 有一個金屬片在裡面 你也可以看到它的線路 然後呢 就放了進去這個摩達的圖 然後呢 它也有寫到它那個 波打的形狀 也是一個是2.4波的波打來的 這個 就盡可能是 配合它那個設計 就可以了 在上面這個部分呢 可以看到一些簡單的防水結構 還有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 就是用這個黑色的這個棒呢 就可以產生到一個 機關推動到它 盡量把那個震動放大 令到它這個機呢 就很快地在動動 然後呢 然後呢 就 首先 裝回一些比較重要的部分 你可以裝回那個 這個 可以裝在這個位置 還有它這個可以裝這個環 也都不需要這個環 最簡單是用藉口電的 它最主要就是 裝回那個 這個頭部 還有呢 它這個比較特別 它有這個 這個扣 這個扣是靠這邊裝的 這個不鏽鋼的扣 這個不鏽鋼的扣 它有兩個歐呢 就配合這個 這個機的 這兩個歐的 就配合了 所以我學這些 就可以真的學到那些 機械的原理 其實這個上面是有兩個歐的 是前面的兩個歐 那這個 這個 這個好像俗成 就不是這個 是俗成的 然後就這樣放進去 它這裏呢 有一個 有一個黑色的部分 你放進去 進去之後呢 就已經是這樣 所以做得很好 這製作 好 你要好大力才可以開 開 因為勾住了 不需要任何 螺絲的設計 就可以做到 這個 大家看到它這些 鍵 應該是 打平 你可以 如果不平 你可以打平 它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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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可以 它 最後 就是 開一個 2A的電視架 有開關 那裏 就 完成了 可以 可以 好 的情況 跟正常 是一樣 的 其實 它的電衣 是沒有壞的 都是大家欣賞 大家都可以試一下 去把它改裝了 做直流電池的作用 可以 用回 充電池 或者是 用普通的 EV 應該是屬於 簡性電芯 和碳性電芯 就最好 可以用回充電池 充電池 充電池也好 可以用回充電池 充電池 充電池 充電池